漫威咋就慢慢量了呢 原因可能是这几个 最近我有点看不懂漫威新片的最大一个原因是 自打复联4完结 漫威电影宇宙进入到第4阶段之后 剧集和电影的内容联系的太紧密了 如果你不看剧集 那看电影的时候可能都看不明白 就拿最近大铺接的这部《惊奇队长2》为例 如果你没看过《望达雨欢日》和《惊奇少女》这两部剧集 那肯定得好奇 《惊奇队长》身边那黑娘们和那看起来非常清真的小丫头都谁呀 咋就成主角了呢 这就和当年很多人看《奇异博士20》的疑问一样 《飞红女巫》《望达》怎么就成反拍了呢 死活要复活自己的俩孩子是什么情况 他的战斗力啥时候变这么猛啊 而这些的答案都在剧集《望达雨欢市》里 而反观世纪年前的漫威剧集 什么特工卡特神盾局特工这些 你想看可以当成漫威世界的补充 不看也不影响电影的连续性那多好啊 第4阶段 电影剧集之间的联动对漫威的资深粉来说不是问题 但对于不那么死忠 或者纯是为了找个电影看娱乐下的路人观众来说 这个门槛就太高了 看电影之前还得拿出几天功夫去看剧集补课 剧集好看就算了 可某些剧集垮的都跟棉裤腰似的了 我是来找乐子来了还是找对手来了呀 就比如那部《秘密鲁钦》 评分及格线的美道 还给观众为了一嘴的事 尼玛原来战争机器罗德上位在复联3 甚至可能是在美对3之后就被斯科鲁人给叼包啦 复联4里跟星云吐槽星爵的 为钢铁侠牺牲流泪的参加钢铁侠葬礼的都是假冒城战争机器的斯科鲁人 真正的罗德上位被关了七八年 不知道灭霸是咋回事 不知道地球差点毁灭 不知道终局之战 只知道自己破旧后老队友差不多都死干净了 说到这儿再回忆一下 为啥要补剧集来着 是为了看漫威新片啊 去他娘的不看了 对了 这部垃圾剧集的公式成本高达2.12亿美元 够拍两部奥本海默了 不是我说 你们这里回扣得有多少啊 这水准的剧集能干净起这些钱 当我吸压吗 另外 G45年漫威在迪士尼的指挥下 疯狂加入各种正知正确的内容 也是让很多观众看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自从当年黑豹火了之后 漫威就彻底上头了 什么有色人种 女权主义 性少数群体 啥都往电影里塞 前几天扑街的 惊奇队长2就是个例子 主角团肤色综合的非常均匀 至于剧情嘛 你把水到去下资源 我都心疼那点流量钱 而去年大扑街的那部永恒族 更是标杆性的例子 为了表达白左的同情心 编剧让这大黑胖子 去广岛那跪着孔 不是我说 他作为永恒族的成员 活了那么多年 见过黑人被贩卖当奴隶 见过印第安人被屠杀灭种 见过小鬼子肆意侵略 屠戮平民 然后 在搅昏机喊出一亿欲碎 求垂得垂 吃了颗大蘑菇之后 他苦了 就算脑袋让驴踢完 再被门框子挤一下 跟着就让前四后八的 超载大卡车 来回碾上七八回 也干不出来这操作呀 另外这篇还因为 同性接吻的桥段 被很多国家禁了 对于这事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是一艺术片 一文艺片 一内核严肃的故事片 整这桥段都没问题 如果有深刻的讨论 还能算加分箱 但漫威 你一拍爆米花商业片 在装热毒子干啥呀 别说是为少数群体发声 你就是蹭热点的 谁看不出来呀 另外 还有最后一点补充下 漫威现在凉了的 最大一个原因就是 真不好看呐 自从第四阶段开始 也就《妄娜与幻视》 《洛基》这两部剧集 《银河护卫队3》这部电影 《外加假如》 这个《脑洞二创》 能算是上乘之作 至于剩下的那十几部 大部分连及格线都没到 新登场的英雄 遍地开花 但又没有核心人物 而目前 漫威正在为 复联5康之王朝 和复联6秘密战争造势 我都不问有多少人 能和当年了解《灭霸》一样 了解《征服者康》 这个新任大反派了 我就想问 还有多少人感兴趣 想去了解一下呢 希望漫威后门 能找点心吧 别再把观众 当傻粉糊弄了